1969年,上海向中央发送了一份紧急报告 语气非常焦急,全篇的主要意思是表达 上海正在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 大量的工厂被迫停工 看完报告后,中央的后备都进出了一身冷海 要知道,当时的上海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 上海制造业占到全中国工业产出的六分之一以上 上海制造业一出事,整个中国的经济和名声都得跟着震动 上海面临的能源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 甚至更加危险 由于全煤少电,当时的上海有许多工厂正面临停产 还有诸多规划中的新工厂压根不敢开建 背离无奈,上海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去拉煤 有一半的铁路和海上运输船都是用来运送煤炭资源的 但即便这么兴师动众,上海的煤炭依然不够用 因此才有了那份紧急报告 事实上,上海制造业遭遇的问题只是中国当时能源问题的缩影 中国东部工业区普遍能源匮乏 有些地方为了名声,甚至开始压缩工厂用电量 导致全国工厂无法满腹和运行 当时中国工业正在复苏 可预见的能源需求近乎是一个无底洞 单靠烧煤没办法解决上海和整个中国的能源需求 能源已经成了工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同年,中央下达指令,全力发展能源 将大量能源调往东部 同时开始发展多种电力 其中核电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当时核能研究主要在二级部 因此,二级部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指令 二级部不能光是爆炸部 要和平利用核能,要搞核电站 中国核电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二级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 他们奔赴上海,全力协助上海开发核电站 以满足上海的能源需求 中国的第一个核电站项目 728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非常巧合的是 728工程建设的第一个反应堆 并不是咱们传统的核电站 而是技术更加先进 难度更高的第四代核电站 土机容颜反应堆 50多年后 中国科学家们终于攻克了所有技术难点 2024年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同样发布了一份特殊的报告 将在甘肃五威建设全球首座 十兆瓦级的商业土机容颜反应堆 全球核能界震动了 中国用了50年时间 完成了当初的设想 土机容颜反应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久才建成 既然难度更大 为啥不优先发展传统核电站呢 这咱们还得从中国特殊的资源说起 传统核电站的核燃料是U235 需要从油矿中提取核加工 中国的油资源其实非常少 当初为了核弹 中国组建过两支秘密队伍 走遍了全国各地才找到一点点油矿 直到2010年 中国探寻到的油矿也不过是7.1万吨 其中还有一半是无法开采的 真正能从油矿中提取出来 做成核燃料的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一座百万千万级的核电站 每年所需要的燃料就超过了30吨 但是土资源就完全不一样 地球上的土资源储量是油的3到4倍 中国国内土资源的储量也非常多 目前已知的土矿就已经超过了28万吨 储量排名世界第二 按照目前的用电量足够我们使用成百三千年 更重要的是 中国土资源的提取技术相当成熟 土元素往往半生在稀土矿中 作为稀土元素主要来源的独具石矿 同样也是土元素的主要来源 我国不仅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 还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提取技术 可以从稀土伪矿中获取源源不断的喝燃料 从战略上来选择 土机反应堆毫无疑问是适合中国的 如果我们掌握了土机熔岩堆的发电技术 就能在未来数百年 甚至更长的时限里将能源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国选择土机和反应堆 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非常安全 早在上世纪40年代 美苏就在大力发展土机熔岩堆 美国空军原本还打算用土机和反应堆来做核动力飞机 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土机熔岩堆的原理和普通核电站为啥区别 也就是俗称的烧开水 但是烧开水也是分等级的 用柴火烧 用油燃料和用土燃料烧是完全不同的 油235具有放射性物质 而且需要大量的冷却水来冷却核燃料 一旦内层管道破裂 那么堆积融化和泄露的风险就会非常高 因此在很多地方并不适合建造 而在这一点上 土机熔岩反应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与传统的压水废水反应堆不同的是 油土等裂边燃料直接混合在无济盐中 既是燃料又充担冷却剂 而不是靠着水来做冷却剂和漫画剂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 当核反应堆的温度太高了 熔岩堆就不会发生后续的劣势反应 当温度太低的时候 它又冷却为固态减少流动 想想看 在平时反应堆运行的时候 只要正常碗里面加燃料或者加热 就可以保持反应堆的流动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即便是反应堆不再发生反应 那么剩余的燃料盐 只会逐渐冷却下来 变成一坨固体 是不是就避免了爆炸和核泄露 如果还不懂 咱们打个比喻就知道了 普通的核电站 就像一个加满燃料的锅炉 一旦断电 燃料补给就会自己停下来 安全性高了非常多 因此 土机熔岩堆相当安全 可以用在不同的领域 比如什么核飞机 核动力船等等 世界上首个民用熔岩堆 就是以土燃料作为熔岩堆的核燃料 中国也将它当作首个核电项目 就是看中它的安全性 以及资源可以自主 而当科学家们真正去研发的时候 才发现 这玩意儿好是好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做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身不逢时 如果放在现在 肯定是哪个跟安全就用哪个 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 这是美苏冷战的高峰期 核竞赛打的是天昏地暗 传统核电站的油235 恰恰可以作为核弹的原料 美苏两个国家 当然更愿意研究油 作为燃料的核电站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技术和成本问题 自然界存在一列变点元素 只有油235 土232 需要再加一道程序 因此土机核电站 就被发达国家无情地抛弃了 转而发展油燃料为主的核电站 一直到2000年后 土机核电站才被重新启用 因为这些年同样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个是苏联解体 美苏核竞赛 没必要再打了 油的最大作用没了 还有一个就是 核事故把人类折磨得半死 美国几次核弦楼 切尔诺贝利 以及福岛等严重的核事故 把全球核电大国都吓了一跳 这些核事故 无一例外都是各种原因 导致冷却水不足 堆心融毁 最终两成大祸 再无脑搞传统核电 那么非得拖一层皮不可 因此 以美国为首的十几个核电大国聚在一起 想要找到一种既安全 经济效率又比较高的核电 这么一研究才发现 土机熔岩堆恰恰就是最右键 既有安全性 资源也丰富 于是 将它列为第四代六大核电技术之一 2011年 美国能源部拉着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校 启动了燃料熔岩堆的前期研究计划 2016年 美国能源部又资助了 南方电力公司等企业的熔岩反应堆项目 重启了相关实验 而在欧洲方面 法国在2015年完成了相关的理论研究 计划在2030年 推出自家的第一座原型堆 荷兰的一家公司则在2017年 进行了小规模的土机熔岩反应堆实验 还有印度和俄罗斯的进展也很快 俄罗斯已经完成了首座熔岩实验堆的设计草案 预计在2031年建成 印度就比较魔幻了 他们一直都是以土机熔岩堆为主 从未放弃 上世纪60年代 三哥对外宣称缺电 准备修建一座核电站 但是核技术是严格保密的 其他国家不太愿意卖给三哥 于是三哥就耍了个小聪明 声称这座核电站只用于和平用途 美国和加拿大还争信了三哥 于是就将技术卖给了他们 然而三哥转头就变脸了 1974年 三哥从这座反应堆反燃料中 偷偷提取了6000克布 成功地让印度拥有了核武器实验 让美国和加拿大顿时杀眼了 没想到自己严防死守 还是让核弹技术扩散了 从此以后 核电大国就达成了一个默契 他们向无核国家推销核电站机组时 都需要严肃考虑核电站 被应用于核武器研究的可能 有了这次教训 三哥就再也没办法 轻易买到核电站的技术了 他们只能求够更安全的突击熔岩堆 这么一研究就持续了很多年 曾经一度领先于其他国家 直到中国横空出世 2017年 上海鹰雾所在甘肃五威 启动了国内首座 土击熔岩反应堆的建设 2021年5月实现了试运行 在去年6月份 正式获得了国家和安全局 颁发的运行许可证 几年 商业化的土击熔岩堆计划 正式出炉 把其他国家打得一愣一愣的 英国的材料学博士班戈 曾经兴奋地表示 中国土击熔岩堆太牛了 只要中国愿意 它立马就可以飞过来参与研究 为什么中国土击熔岩堆这么强呢 原来是从一开始 咱们就没放弃过这项技术 当其他国家大力搞传统熔岩堆的时候 我们在默默地研究 当其他国家开始重视土击熔岩堆的时候 咱们已经开始建设了 当其他国家有点成果的时候 我们已经准备产业化了 但是真正让我们放手大干的 还是欧美的神助攻 2013年 中国制定了核能出海战略 欧美就一直在骚扰我们 中广核集团 与英国合资的新克力角核电项目 无疾而终 与罗马尼亚签署的核电协议 在美国的阻挠下也破产了 核能出海战略 进行了十余年 实际上 只有老朋友巴基斯坦的核电项目 还算顺利 这些背后都有欧美的言字 每次中国拿到项目 他们就去施压 一会儿说核电站不安全 一会儿说核技术会扩散 再不然就说核电项目 劳民伤财等等 如果都干扰不成 他们干脆就直接搞定当地的领导人 往往他们出手 就算这个国家非常想要发展核电技术 也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投资成本太大了 在经历几次核电事故后 传统的核电站就增加了很多安全措施 比如修建一个超大型的混凝土安全壳 装置大量冷却水管道回路等等 成本增加了不少 而且核电站的发电功率 与规模越来越大 又增加了造价成本 以咱们的华龙一号为例 一台1000兆瓦机的核电机组 需要投资约200亿人民币 如果是欧美发达国家 那就更贵了 英国的新克利角西核电站 两台核电机组的造价 就高达430亿美元 如此巨额的投资 压格就没有几个国家能玩得起 更别说发展中国家了 估计他们全年的税收都没有这么多 因此 只要核电项目成立 美国就会集体搞舆论 那些国家的普通人都会上当 真觉得这东西就是劳民山财 是官方想要捞钱 然后就是抗议批评啊等等 项目就延期了 第二个就是周期长 大型核电站的建设周期 往往要5年以上 但是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可能任期都只有4年 等你建设的差不多了 在其他领导人上台后 项目就搁钱了 那怎么办呢 像玲珑一号小堆 和突击熔岩堆的核电项目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它能够在长压环境下运行 就意味着 它无需修建大型的混凝土安全壳 也无需加装大量冷却水管道回路 可以做得很小 大大降低了项目的投资总额 很多国家都可以承担得起 如果用上中国独特的模块化设计 项目周期也可以缩短到很小的地步 再加上它足够安全 就彻底堵住了美国的干扰 于是在2011年后 除此之外 中国还看中了它多用途的优势 2023年12月 中国船舶集团 江南造船公司发布了全球首款 世界最大的24000箱 核动力集装箱船 用的就是土机熔岩反应堆 作为动力来源 并且这一设计 已经获得了世界最大船集社 挪威船集社的原则性认可证书 也就是说 这一设计是完全性的通的 可以在集装箱船上用 那能不能在游轮上用呢 能不能在小型化 用在军舰 破冰船 以及更多的船型上用呢 当然可以了 甚至随着技术的进步 美国没能实现的核动力飞机 也可以造出来 同时 由于土机熔岩堆 不需要用水来做漫画剂和冷却剂 可以节约大量的水资源 这意味着 即便在干旱地区 或者内陆地区 也可以修建土机熔岩核电站 让核电站不再局限于沿海 沿河地区 这大大拓展了核电站的应用范围 很多身处陆地内部的国家 也可以发展核能 再加上燃料和反应过程的不同 据核废料处理的难度大大降低 不仅节省核废料处理的费用 而且也降低了 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要求 从这些方向上看 小型化的突击熔岩反应堆 有着无比广阔的应用前景 恐怕连发明熔岩堆的美国人都没想到 在遥远的中国 会有一群人默默花了50多年的时间 一点一点地完成了对西方的反超 不仅为自己的国家 解决了致命的能源困局 还仅仅握住了这把改变世界的钥匙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